大家好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纳兰信德的词我们之前聊过不少,纳兰自融入,他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。 他的词很多朋友都很喜欢,风格鲜明,以真取胜,写紧逼真传神,词封清丽婉约,哀感玩艳,格高运远,独具特色。 纳兰信德出生富贵,却英年早逝,32岁就告别了人世。 他是个多情之人,却只是在红尘中匆匆游历,他短暂的一生却能够留下很多佳作。 几百年过去了,他的饮水词依旧被人们珍藏着送读着,他细腻的情感和飞扬的文学才华,也总是打动着读者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纳兰信德的一首《彩桑子》,明月多情,应笑我。 彩桑子这个词牌呢,又叫做丑奴儿,罗夫妹,罗夫燕歌等等。 格律上市双调四十四个字,上下两片,各四句,三评韵。 还有天字格,两截句,各天两个字,两贫韵,一叠韵。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词。 彩桑子,明月多情,应笑我。 清纳兰信德。 明月多情,应笑我。 笑我如今,辜负春心。 独自闲行,独自盈。 近来怕说当时是, 洁遍蓝金。 月浅登身, 梦里云归何处寻。 这首词充满惆怅和落寞的情绪。 有句话说得好, 有些东西当我们失去了, 才会觉得加倍地珍惜。 这首词就是这样的心情。 上篇写出了奈兰信德低沉黯然的心情, 下篇则是描写了他对往事的不堪回首, 一切过去的都将不再重来的伤心悲叹。 此的大意是, 多情的明月可能会嘲笑我的无情吧, 嘲笑我辜负了他对我的柔情痴心。 如今他已经离我远去了, 我只能独自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前行, 独自一人悲伤地吟唱。 最近我都不敢提起当初的事, 那时候我和他还相亲相爱, 如今只剩下月光期浅, 灯光昏暗, 远去的人儿就像在梦里, 飘飘忽忽飘去的一朵白云, 再也无处追寻。 这首词写得非常动人, 其实这样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, 比如怀念亲人, 怀念朋友, 怀念爱人等等。 只不过我们会有一种疑问, 那就是纳兰在这里悲伤难过的对象是谁呢? 他在怀念谁? 其实很有争议, 大概有两种说法, 一种认为是纳兰在怀念自己的妾室,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怀念她的朋友。 关于第一种说法, 我们知道纳兰虽然出生于豪门贵族, 可是她不同于一般的贵族公子, 她对感情很认真。 她的原配妻子卢氏也是和她感情深厚, 妻子去世以后她也时常怀念, 还写了很多明天佳作, 我们之前也有聊过。 而这位妾室呢, 据说叫沈婉,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江南歌女, 可是后来还是因为这位妾室低微的出身, 在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呢, 两个人不得不分离了, 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词就是纳兰在离别之后, 思念沈婉的。 再来说第二种情况就是怀念朋友, 其实也是有根据的, 因为纳兰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, 不仅对爱妻眷眷情深, 对朋友也是非常的重情重义。 她的老师徐前学的弟弟徐元文就曾经在《婉师》中对纳兰有这样的描述, 说她, 此之情诗, 福善不倦, 此之求有, 照古有烂。 事实上呢, 当时有不少人也认为纳兰是再贵不骄, 处父能平, 短短的一生交友甚广, 而且很多人都和她成了忘年之交, 因此说她截变兰金也不算是夸张。 那么怀念朋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写法呢? 我们知道纳兰身处政治上层, 人事升降非常普遍, 往往是你方唱罢, 我登场。 再说了, 纳兰的父亲纳兰明珠是高官, 纳兰自己也是皇帝身边的侍卫, 看起来是风光无限, 可是朝廷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? 很多时候说一句话, 办一件事儿都要很谨慎, 特别是站队交友, 就更要小心了。 对于纳兰这样真性情的人来说, 这些都是不容易的。 纳兰当时又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, 又具有优越但是敏感的地位, 所以很多时候有话不能明说, 不能直说, 对朋友的态度也不能完全摆出来, 因此如果看到有的朋友走得走, 散得散, 前程往事再也不能去想, 恐怕也只好是借助于儿女情长的手法, 来曲折隐晦地反映出来。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, 说这首词是怀念朋友, 也是有合理性的。 不管是怀念谁, 毕竟很多历史往事都风吹云散了, 可我们却可以看到纳兰的一颗明亮纯净的赤子之心, 在月光下, 在午夜梦回之时, 纳兰依然回顾着往日的岁月, 往日的情分, 这份纯洁的感情, 本身就是可贵的, 无关其他。 我们再来品味一下其中的家具, 开篇的《明月多情应笑我》很让人惊艳, 中国人爱月亮, 诗人们也爱迎送月亮。 纳兰看到一轮明月写出的是明月的多情, 想到的是多情的月亮, 可能会嘲笑我此时的孤单落寞吧。 一个人独自先行, 独自赢, 是这样的异性阑珊, 心绪茫然。 这里的写法好像是在续说白话似的, 相当朴实自然。 近来怕说当时是, 这样的感受太真实了, 每个人都会遭遇亲人的失去, 朋友的离散, 甚至只是一件让我们难堪的事, 一件后悔的事, 有时候我们也不想再去说, 再去想, 因为想起来就是再一次的难过和伤害。 最后两句, 月浅登深, 梦里云归何处寻, 话用了燕姬道在清贫乐中的, 梦云归处难寻, 微凉爱人相经, 游恨纳回庭院, 依浅月浅登深。 纳兰话用了这句, 在这里营造了忧生动人的意境, 与俊是平白直浅, 流畅自然。 纳兰的这首词写得很寂寞, 这份独自在月下徘徊的孤独, 谁懂呢? 他身处高位, 一辈子都在荣华富贵堆里摸爬滚打, 可是有些心事却无法跟别人诉说, 只有自己吟唱自己的孤独, 也正因为如此, 才显得更加的孤独和清冷。 朋友们, 如果我们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, 也读一读纳兰的这首词吧。 人生其实是一种经历, 无论好坏, 我们都要往前走, 有失落, 有悲伤, 也需要微笑前行。 节目最后, 宁希祝朋友们健康平安, 请照顾好自己和家人。 好的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, 这里是志愿书香, 我是宁希, 感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